依止正法,依法而修,依法而行 学佛法一定要依止正法来修心修行 正法就是正信的法门 什么叫正信? 正信就是教你们正信正念 教你们做人要学菩萨 学佛慈悲众生 这就是正信的法门 心灵法门能救到你们这么多人 教你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教你们一心向善 这就是正信的法门 所以师父讲一个正信的法门 你要依法而修,依法而行 依法就是依止师父讲的佛法 你不依止佛法,依止某一个人 你就不是依法而修 你是依人而修 你们听师父讲法 你们是依的佛法 而不是依止师父这个人 你如果依止师父这个人 你就不是依法而修 所以你们要弄清楚依止的方向 佛法就是佛讲的法 师父帮助佛把佛法传给你们大家听 你们修行依止的是佛讲的法 佛法就是正法 你们依止佛讲的法 修行就叫依止正法 依法修行 这是正法正修正行 正法正修正行才能证悟 学佛人要依法而修 不是依人而修啊 为什么听不到法音的人 有那么多人退转了 就是因为他们依人而修 仅仅一年多时间 致使多少人的会命丢失 这就是依人不依法而导致的因果 要懂得 佛菩萨永远不会放弃 对众生的救度 只有众生会抛弃佛菩萨 师父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们 而有些人从心里离开了师父 这让师父很难过 人真的很愚痴 师父站在他面前 把佛法传到他眼前 他连看都不肯看一眼 听都不愿意听一句 这样的人就是愚痴众生 一边叫苦连天 一边又不肯把手伸出来 你让师父怎么救啊 现在这个法行得快 是因为天时赚得快 师父为什么这么着急救你们啊 就是因为天时越来越快了 你们看看现在的时间过得快不快 一天一眨眼就过完了 一个月转眼就过去了 一年一黄眼就过了大半年 天时的快速运转 使人间很多事情也跟着在变动啊 你们修行还不知道着急 还不知道抓紧时间来修 也只有师父这么讲你们 师父用了近二十年时间 让你们学到佛法 你们学到了佛法 还要用生命去证悟佛法呀 莲花童子再用二十多年 让你们证悟佛法 你们要紧跟啊 想想看 一个人的一生中 能有几个二十年 打比方说 你现在六十多岁的人 你还有二十年吗 你身体保养得好 可能最多还有一个二十年 但是如果身体不好 你可能连十年都没有 你现在七十多岁了 你还有二十年吗 你今年八十多岁了 你还有二十年吗 像师父刚刚讲的 如果身体好 可能还有二十年 那是对六十多岁的人来讲的 有的人已经七十多岁 八十多岁 身体好点的 可能还能再活十年 师父讲再多一点 十五年好吧 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呀 六十岁以上的人 人生已经过完大半辈子了 土已经快埋到脖子上了 你还要去管人间的事情吗 你还放不下人间的事情吗 你还要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 讲不通这个 讲不通那个事情吗 赶快修了 你们有师父引领 有法可依的时候 能依法而修 依法而行的时候 你还不抓紧修行 更待何时 这里 ��几个人 都不担心修行 感谢观看